欢迎来到《自说自话》的总裁 大唐天报十二战 浅堂室吉贝真贝留学三十六年 终于被批准回国了 行刑前 玄宗皇帝书只准带一本经书回国 而吉贝真贝毫不犹豫地选择了那本《孙子兵法》 以前年后 当乾隆皇帝的御前翻译官 耶稣会教士乾德明再次请求 请求皇帝恩赠他 将这本皇家长书送回欧洲出版翻译的时候 乾隆皇帝好奇地查看 竟然又是孙子兵法 时间又过了两百年 1963年的美国如日中天 他的一位海军准将说 这不是一本简单的兵书 而是战争的艺术 接着全球进入商业化时代 像松下姓之柱 孙正义 比尔代茨和扎克伯格 这都是孙子的信徒 甚至就连川先生 他也曾经发帖说 不可胜者手也 可胜者工也 所以孙子兵法到底有什么魅力 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个故事 能预测未来的易经 能解析人体的经络 似乎远古中国 有很多这种比一般的知识 在大众眼里 他们飘忽不定 而在杭家手上 他们却威力无比 其实孙子兵法 也是这样一门学问 2500年前 二十来岁的孙子 突然出现在了今天杭州郊区 吴国富春的地方 当时吴王想要灭楚 吴子徐就推荐了孙子 然后孙子见吴王 开口就说 打仗很危险的 会死人的呀 没事别打仗 即使有事 也要能不打就不打 没错 你和吴王都没有听错 这就是孙子兵法 开篇的第一句话 在古代 其实这本书并不叫兵法 而叫孙子 或者孙子十三篇 就像老子并不教你 如何念丹 易经也不教你 如何补卦一样 孙子十三篇 也根本不教你 如何打仗 如果用三句话概括 那么他不是战法 而是不战之法 他不是战胜之法 而是不败之法 他也不是 以少甚多之法 而是以多甚少之法 比如 孙子当年跟吴王说 如果我们开个会 头脑风暴一下 就能让对方直接认输 那肯定比什么 找雪君骂到对方认输 要高级一点 如果实在骂不赢呢 那就必须亮出 你碗口出的金链子 能把对方吓到认输 也算OK 但如果你吵家伙 冲上去挨了别人 久久把持一刀 才勉强把对方打趴下 那只能说明 你很蠢 这就是孙子 如今西方最流行的 一个版本之一 编辑者在前言中 这样介绍 孙子在成为将军之前 是一位哲学家 他用丰富的洞产力 和事业的语言 讨论了战争的各个方面 从战术到人性 我遵循着他的剑律 带你将其运用到 当今世界 商业和日常生活当中 所以孙子讨论的 其实是战争与人性的哲学 如何不战而屈人之兵 如何让自己 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用这些精疲的思想 我们可以经商 也可以处理 非常复杂的人际关系 甚至用来做自媒体 经营自己 而具体说来了 孙子的13篇秘籍 大致如下 曾经 我听一位前辈讲孙子 讲课前一周 他就让我们每人 买一本孙子读物 然后到了讲课那天 我们当中好几个人 都拿着一本 孙子兵法语36G过来了 前辈笑着说 我今天可不教你们 36G走位上策呀 来来来 我们翻开孙子兵法 书上第一个字 G大家是不是都因此而认为 孙子兵法和36G一样 是一本教你如何用G的书 其实孙子最反对的 就是用阴谋诡计 靠侥幸取胜 所以 这个一开篇的G 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古往今来 先不算日本和西洋人 就中国的历朝历代 一共有十一位大神 为孙子做过注解 这十一人当中 第一位就是大名鼎鼎的曹操 曹操认为这个G 是计划的G 作战之前 魏斯进 先斯退 计划好如下六件事 两两一组 我选的将领是否合适 最关键的是 他是否会被敌军诱惑 临阵倒戈 我选的战场是否合适 最关键的是 我的士族能否适应战场的环境 我选的行军路线是否合适 最关键的是 如果战败 这条路线是否能保我全身而退 这是曹操的理解 就像一个老练的古神 绝不满藏 古神每天想的 可不是我要赚多少 而是我能承受多少亏损呢 接着 我们来看另一个比较有名的注释者 杜牧 杜牧就是那个诗人 没有打过仗 所以他的注释也很出面 他认为这个计 就是计算的计 战前要五试七计 五试分别是道天地降法 七计分别是计算谁有道 谁的降临有能 天地谁得势 法令谁执行的好 兵重谁强 士族谁炼 赏罚谁名 这是不是很像学校里敲打STO分析 总觉得有点死板 如曹操说的生动 总之 孙子一开篇讲计 两个层面 没事别打仗 打仗会死人 第二 即使不打仗 也要有计划 但接着 真打起来 那该怎么办呢 想必当年吴王听到这里的时候 也一定问过孙子同样的问题 孙子是这么回答的 孙子说 如果已经开打了 那就把什么兵法 阵法全都扔了吧 真打起来 管你什么王八拳下山路 能想到的招数统统给我使出来 给我狠狠的 要以获胜为最根本的目标 不准吃衣 不准翻书 最忌讳的就是按部就班 搞学院派了 怎么鬼道 怎么来 然而 要问什么是鬼道 孙子答 三个字 装孙子 比如 像你六年的意大利一样 明明将心云集 你也一定要在小主赛就跌跌撞撞 让德国法国都以为你内讧了 不足为力了 然后你再突然反杀他们 还比如 像零七年的某网游 课金鼻祖一样 在你露出鸟牙前 一定要娇羞的说 如家不卖点卡 如家终身免费 又比如 像零八年的乔布斯一样 明明早就研发出iPod 在音乐市场上 已经快把随身听干尽杀绝了 但你在正式发布iPhone前呢 千万别声张 千万别让老大们 看出来你的野心 让他们尽情的在自己那个杂核桃的坚硬品质中骄傲吧 等等等等 总之 只有孙子装的身 才能真正的做到 出其不意 攻其不备 也许下一个改变世界的孙子 他是GPT 是英伟达 如果你能真正看懂 那毫无疑问你是古神 你也将实现财富自由 到此为止 孙子的第一篇计 陈述完毕 一共三个陈连 第一 没事别打 第二 打也得有计划 第三 真打起来就装孙子 听完孙子的这番言论 无王成思 看来自己要灭除 孙子还是装的有点不够啊 于是 孙子说了第一篇的最后一段话 他说 其实嘛 装孙子的尺度 这还得看你的总目标 如果总目标是灭除 那我们就从这个总目标倒推 倒推算出来的可能性越多越细 那么达成这个总目标的概率就会越大 很多时候 倒推出来的路径一目鸟然 真的不用打 胜负早已确定 然而如果倒推不出来 那就证明时机未到 千万别打 也千万别暴露自己的意图 等待 然后发现 或者创造时机 吴王听到这里不由的坐持了身子 然而孙子开向第二篇 吴王却觉得有点不对劲 第二篇叫做作战 孙子一改前面哲学家的高度 开始跟吴王聊如何野战 如何擦旗子提振军心 如何招降纳畔流转战局 如何用金钱和荣誉 让士兵们得到其想要的名和利 等等等等 吴王觉得这怪怪的 不对啊 和上面的内容不挨着呀 这孙子是不是有什么内涵 其实曹操在注解中 一眼就看出了这第二篇的含义 他注解了好几个与武同业 然后又突然注视了一个 欲公敌必先谋 所以孙子这划水摸鱼的第二篇 其实也是他拿捏吴王的谋划呀 第一顿让你吃爽了 点赞了 第二天你又猴急猴急的来上馆子 可是我这个厨子 只有十三道菜呀 一次性全上给你吗 很显然你的味蕾会爆炸 你的肠胃也无法消化 接下来可想而知 你就要插嘴骂厨子了 所以第二顿怎么办 给你上点家常的清淡的 然后当你狐疑的时候呢 我再徐徐展开我的意图 这样我们就来到了孙子最重要 也最精彩的第三篇 第三篇 第三篇中 孙子终于说出了自己整本书的核心思想 不战而屈人之兵 如何理解呢 其实当时的情况大概是这样的 第三顿饭 孙子拿着两个大字走了上来 王不爽 你这两个字 不战 是怎么个意思 孙子说 就拿旁边那个盛产西施的越国来说吧 您肯定希望西施们都来吴国 都发短信 人杀钱多数来 这样把他们的姐妹都从越国招来吧 同时您也一定不希望攻破越国 让西施姐妹们都满肚子国仇家恨的来服侍您吧 比如您知道后世的那位陈其思汉怎么死的吗 太惨了 史书都不好意思说 被西下国的西施给咬死了呀 同样的道理 您也一定不希望您手下的那几个将军 楚沃逃来的吴子虚和伯匹 真的掌权调动您的军队吧 最好是不战而屈人之兵 让越国的将军们纷纷带着军队投降 这样您还能多几个人去平衡吴子虚 然后从吴子虚的角度往下推广 是不是他手下的旅长们 士族们也最好别动 一切看您呢 王突然就扶住了自己的额头 想当年自己还是公子光的时候 是如何有机会做掉自己的大哥吴王辽的 不就是吴王辽好战 让自己带着军队不断出征 自己就成了吴国万民爱戴的长胜将军吗 果然 孙子下一句话 说的吴王又是一阵后背发凉 所以吴王 您想好了 百战百胜 真的是您希望看到了吗 是不是从您的角度出发 不战而屈人之兵 才是最好的倒推结果 吴王看着孙子 孙子又强调了一遍自己的核心思想 如果我们开个会能让对方直接认输 那肯定比骂赢他要更高级一点 如果实在骂不赢 那就必须亮出你的打金链子 把对方下道认输也算OK 如果你必须抄家伙了 那最好有真正可靠的将军数战数决 而如果迫不得已亲自冲上去了 那只能说一切都只剩下六个月的时间了 这其中建造那些用来拼命的工程器具 就需要三个月 而剩下的三个月中 您还搞不定对手 一切就都结束了 可以准备投胎重来了 听到这里 旁边写注释的曹操也是一阵叹息啊 但又赶紧联盟解释 别看我 看我干嘛 赤壁 赤壁那是我故意的 我不把蔡茂张宇那帮金州水军 给他找个地方埋了 他们很快就会埋了李啊 不幸你看看前面的刘表和后面的关羽 这帮金州低头车 不可信 他们今天背叛刘表投降我 明天就会背叛关羽背后捅刀子 所以 我当年 我当年是借东吴之手 埋了金州 然后 在赤壁金州当中 做大的周瑜和刘备 后来怎么着呢 我还不是照样南边十年无事 百战百胜的周瑜 势必就要被孙权造机会做掉啊 而已经强大的刘备了 也必然成为天智孙权的力量啊 这不后来他们也在金州打起来了 要不是孙权家的女萌去偷袭金州 我后来可挡不住关羽啊 要不是孙权家的陆逊后来火烧联营 诸葛亮那孙子又不知道要多出奇山多少次了 听到这里 我只想说 你们这帮不孙子兵法 太黑了 然而 孙子的推演结束了吗 第三篇的谋攻也才刚刚开始啊 讲了一大套不能打的理论 那你告诉我 骂也骂不赢 吓也吓不死的时候 到底该怎么办呢 于是 孙子又说出了我们一句耳熟能详的千古名言 孙子说 如果你有十倍优势 那么就围着他的泉水 慢慢的羞辱他 如果你有五倍优势 就守着高地 让他出不了家 如果你只有一倍优势 别浪 抓那个打野的 怼那个送头的 让他们自己内部吵起来 你的胜率最大 如果势均力敌 曹操补充说 做那个最不要脸的 谁最先下三难谁赢 如果自己不如敌人 这个时候 连好学生杜牧都出来发话了 那你还不跑 是不是傻 别扯那些什么 以少甚多 在孙子的大人世界里 从来就没有什么 以少甚多 正义必胜啊 就是就是 历代的曹操杜牧十一家 甚至就连日本和西方的批诅者们 也都在这里一层层的批试 孙子说的对啊 现实是一个只讲实力的世界 没有十八块腹肌 就别跟我谈什么正义 另外 哪怕你有十八块了 敌人却有二十八块 你也别以为真正有什么正义之神 能保佑你以少甚多 不存在的 用孙子的话说 这就叫做知己知彼 百战不殆 但至于 孙子这里说的并不是百战百胜 而是教你如何不死不殆 毕竟死人不会说话 败了就一切都结束了 胜只是一种状态 而不带 才是一种态度 一种资本 接着 孙子又补充了两句话 不知彼而知己 一胜一负 不知彼不知己 每战必戴 到此为止 第三篇结束 核心思想 不战而去人之兵 具体方法知己知彼 然而 一直没有发言的吴王 突然问了一个 很刁专的问题 我们如何知道 敌人的实力呢 孙子并没有立刻回答 而是吊着吴王的兴趣 一直讲到了最后一篇 第十三篇的时候 才正式回答这个问题 我们这里就别和大家 玩孙子兵法了 直接快进到第十三章 赶紧揭晓 孙子说 你所崇拜的 那些圣贤 智谋 仁义的 所有的将军 国王 有一个算一个 全是挂 都会开图 而他们所用的 那个开图外挂呢 就叫做 间 间谍的间 具体说来 间谍外挂 有五层参数 分别叫做 阴间 内间 反间 死间 和身间 阴间就像舆论战 发动别人国家的老百姓 从思想上 从行为上 一步步成为你的带怒上 为你颠覆敌人做准备 阴间可以暴露 但必须数量众多 这样一来 法无则众 你的对手 其实很难办 总不能眼睛里 揉不得一粒沙子 把手下 所有人都干掉吧 然而 这种沙子 一点点 聚沙成塔 才是最可怕的 会让你的敌人 突然从内部崩溃 如此一来呢 你的最高级目标 已经达成了 无战而屈人之兵 第二 内奸 这个好理解 无奸道嘛 安插在对方阵营里的内鬼 比如 那个经典的桥段 有内鬼 停止交易 接着 无奸道和很多黑帮影片中都有眼 大佬如何抓内鬼 如何残忍的处决内鬼的桥段 感觉上就是内奸必死啊 然而 孙子却并不这么认为 他说 抓住内鬼 千万别杀 也千万别伸张 恩威病师 让他为你所用 这样 你将得到一个间谍外挂的第三层高级人员 反肩 用好反肩 你就能用自己一点点边缘情报 换取对手的重要情报 这十分重要 接着 孙子又给我们介绍了第四种 死肩 这种间谍很不好理解 主要是我们都太善良了 想都没有想过这个世界上还有如此黑心的外挂 举个例子 比如 楚汉战争的时候 刘邦想要搞掉项羽身后的那个齐国 于是 就派一个使者 利益机去跟齐国签订盟约 各种条件都是OKOK没问题 齐王也是在巨大的利益诱惑之下 慢慢就放松了警惕 以为自己占了多大的便宜 心花怒放的就要和利益机洒血为盟 打白酒宴 然而 刘邦真的可能答应齐国的这些条件吗 其实 刘邦在派出利益机的同时 也通知了齐国边上的韩信 告诉韩信 这两天齐国一定会放松警惕 你到时候一举偷袭 拿下齐国 一切都已经安排妥当了 其实当时所有人都被蒙在鼓里 使者利益机成了死尖 将军韩信成了白手套 而齐国呢 成了被忽悠的牺牲品呢 果然 韩信一举偷袭得手 而恼羞成怒的齐王呢 也在酒宴之上 直接碰煮了利益机 这就是死尖的可怕 大家生活中千万别用啊 但不得不防 一定要知道 别傻乎乎的当了利益机 还帮你老板数钱啊 第五种 生奸 就像游戏里的刺猴骑兵 去刺探敌国的情报 还要活着回来报告了 所以 政内生奸呢 往往是一些看上去 十分不起眼的角色 走街串巷的小贩 不小心明路的游客 或者是一个突然叫你一起去上厕所的业务员 我曾经听过这样一个故事 说是某乙方的两个业务员来拜访甲方爸爸 业务员 哎呀 特别能聊 初次见面就已经和甲方聊得十分活络 而业务员 闭了 傻傻的 除了坐在那里傻笑什么都不说 接着 业务员跟甲方说 走走走一起去趟厕所 然后 接下来好几个月 这位甲方爸爸总发现 这两个业务员 怎么每次报价都如此精准呢 直到N年以后 这位甲方早已经和当年的业务员A 成了铁客们 小A才偷偷的告诉他 当年叫你去上厕所的时候 我那呆呆的小老弟 已经用一张U盘 拷光了你的整台电脑 当然 这其实已经属于黑客的最高境界了 社会工程学 很多黑客入侵 也都不是顺着网线摸过来的 而是真的装的跟一个萨子一样来到你身边 几句话就把你的密码给套出来了 故事讲到这里 曹操突然补充说 我一般都是五间同时使用 孙子答 嗯 怪不得你能成为萧雄 这是最神 最好用的外挂 介绍完的外挂 回到孙子见吴王的思怒 既然已经知己知彼了 那下一步该如何取胜呢 孙子说 平时啊 你一定要吃好喝好 把身体养得棒棒的 他不是有二十八块腹肌吗 你还得练 至少也练出二十八块来 然后等待 等他突然哪天病了摔了 千万别犹豫 一闷棍就敲过去 如果等到老等到死 对方都没有出意外 那没办法 你也只能等到老等到死 打不了 另外 如果对方的腹肌始终秉力多那么几块 也建议你千万别看着树枝就像闷棍 赶紧忘了这事吧 楼桌楼袋 注意 先为不可胜 以待敌之可胜 不可胜在己 可胜在敌 孙子这话说的极其冷静 你能不能获胜 不在于你 而在于你的敌人 你的敌人一旦失误 那就是你一遭致敌的最好时机 突然川普乱入 他也是举着自己的推特说 对对对对 胜可知而不可为 不可胜者收也 可胜者公也 什么意思 就是说孙子主张获胜这件事 是你通过知己知彼和计划精算就能算出来的 而不是向赌博买马买出来的 世界上没有什么明知不可为而为之 如果算出来 打不赢 那就防守 因为防守的成本永远比进攻更小 进攻方呢 也永远比防守方更容易露出破绽 而对方一旦露出破绽 那你就必须奔棍伺候 这种机会不可制造 只能等待 听到这里突然人群中发出一声长叹了 看过去 原来是知田信藏 信藏再说 想当年我和秀吉还有家康六鸟 那鸟怎么都不叫 我说再不叫 就把他杀了 换一只鸟 而秀吉则说 不用杀 再拿几只过来 叫的讲 不叫的罚 总有方法让他叫 最后问家康 家康一脸憨厚的说 再等等 再等等 屌吗 他总归是要叫的 当时不觉得 但现在回顾 这都哪跟哪啊 得穿家康那脑油条 真的被他等到牢 等到死 等到所有人都被他熬死以后了 他也真的成了笑到最后的那一个人了 所以 信藏这里虽然讲了一个冷笑话 但孙子第四篇的核心思想 真的讲的就是这样的 活着最重要 打不打 胜不胜 都不是你能决定的 你唯一能做的 就是等 像德川家康 像司马仪一样 活到七十岁 活到八十岁 熬死所有人 这也是一种不战而屈人之兵 因此 对于我们现在跨意节奏的生活来说 也是一样了 身体最重要 我们都还年轻 为了虚荣和大比而透支身体 不值得呀 以上四篇 就是孙子兵法的上卷 一个核心思想 不但简称活着 只有活着 你才有继续学习 并应用中卷的资本 孙子说 二十八块腹肌 对二十八块腹肌 除了闷棍 还有一个阴招 那就是 你要在最后关头 突然亮出 你已经隐藏了 几十年的 第二十九块腹肌啊 这就叫做 凡战者 以正和 以机胜 对 这里孙子说的 不是骑 不是以骑兵制胜的意思 孙子最反对 用骑 用忌了 那太偷忌了 容易带 孙子不喜欢 接着 孙子说 第二阴招 揪住他软肋 他二十八块夫妻 是不是每天都得吃牛肉 他你就买光市场上 所有牛肉 他一家老小 是不是得去 多个价散心 那你就订光 所有度假村的酒店 用你的骚扰 把他调动起来 他一烦 他一乱 就容易出纰漏 这个时候 奔棍伺候 如果他愤怒 你就继续侮辱他 如果他着急 你就故意酿着他 如果他骄傲 你就把他小时候 不从厕所的那点事 拿出来到处讲 总之 他激动的程度 就像地势的高低一样 水 从高处往低处流 温棍 也要从石处往虚处挡 他越激动的地方 就是你越应该攻击的虚处 这就叫做 冰无常事 水无常行 如果能做到 因为敌人的变化 而精准的找到一个个 温问击打点 那么你就是神 第三音招 风铃火山 孙子突然说 武田信玄 这个你俗 你来说说 信玄十分崇拜孙子 把孙子的风铃火山 写在自己的军旗上 NHK拍摄过一个 武田信玄的纪录片 设计了这样一个桥段 有一天 贾斐国来了一个中国和尚 信玄把他请到家里 对他说 咕噜咕噜咕噜 好长一串 我不会念的日语 然后问 这段话用汉语怎么练 那个和尚轻轻地朗诵道 姓玄闭上眼睛 享受着这天乃之音 然而突然客代表发话了 曹操说 哎 不对啊 你这写掉了两个啊 孙子交案上明明写的是 风铃 火山 金雷 风铃一组 讲行军 进攻的时候 要像风一样 嗖嗖嗖的传插 然后以正确的时间 出现在正确的位置上 防守时 要像山林一样 安静 整齐 不要露出任何破绽 信玄骑兵 日本敌 这点你做得很好 然后 火山一组 讲杀阵 进攻的时候 要像火一样 止进不退 防守的时候 要像山一样 溃然不动 但后面还有一组了 英雷 讲对阵啊 就像高手比内力 谁先出手 谁先破绽的那个局面一样 防守的时候 一定要高深莫测 让敌人摸不清底的意图 出击的时候呢 就一定要向雷霆万军 势打力成 众箭无风 用最朴实 最没有破绽的招数 打开局面了 第四应召 孙子说 我曾经吧 见过一个富二代 够狠 被几个小红伙勒索 他就二话不说 直接打了八万块钱过去 然后报警 因为八万块钱 正好卡在 刑事犯罪的临界点上 那几个小红伙 就被抓进了少管所 要留案底 二代他爹了 一听就急了 各种疏通关系 把那几个小红伙 捞了出来 小红伙的家长们 也是感恩戴德的谢他爹 回家以后呢 他爹就教育二代 做人留一线 日后好相见了 你这狭手 太狠了 他们如今感恩戴德 够了 如果真的留案底了 你们都还年轻 以后他找不到工作 被社会铁拳 只会想着来找你报仇 你躲得了一时 躲得了一辈子吗 即使躲得了一辈子 我孙子了 将来 他们要是暗中 来报复我孙子怎么办 金鱼屁啊 这个故事 孙子还是在劝我们 别打 别太狠 兔子急了也咬人 冤冤相报和食鸟 差不多得了 敌人永远杀不完 而你 终有一天会老 会有软肋 会露出扩散 会被案件击中啊 第五阴招 孙子说 吴王 要不您回避一下 我们聊聊将军之间的私房话 什么私房话呢 原来孙子在说 有些敌人 虽然可以打 但我们不打 有些城池 有些地区 虽然可以攻破 但我们不攻 话只能讲到这里了 这大概就叫 将在外 军命有所不受吧 可代表曹操连忙补充道 大家别想歪了 别想歪了 不死胡烹 鸟尽功长 我曹某人 绝对做不出来这种事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孙子老师的意思 是让我们懂得 变通 有些敌人 有些城池 不打 是因为得不偿失 军命有所不受 是因为战场 瞬息万变 不要搞教条主义吗 这不 孙老师的这篇特题 不也叫做九遍吗 大家千万别想歪了 说完这五到八篇呢 孙子的中卷结束 后面还有五篇下卷 历代十一家 日本阴田家 对孙子的各种详解 以及司马迁 欧阳修等等大家 对孙子真实身份的考证 这真的是一个 从天而降的 二十来岁少年吗 这些神奇的知识 他是从哪里获得的 还有日本的阴田本 到底和我们的版本 有哪些不同 这些学艺 那又是另外一个故事了 我们会员频道细说 总之 孙子是个和平主义者 纵观十三篇 孙子思想中 其实还隐藏着一条暗线 那就是战争的真正目的 是和平 也确实 如果大家都按照孙子说的 知己知彼 计算一下 比试一下 就知道胜负 那么 真的没必要让一位位 君王 将军 野心家们 把无数老百姓的生命 压上牌桌去当赌注啊 说小到生活当中 也是一样啊 冷静 克制 修炼自己 让自己从一片灰尘 变成一泥沙 再变成一颗玻璃球 一枚钢珠 这其实也是我们为人处事 经营自己的不二法门的 斗争最后没有赢家 灰尘最后一定被时代裹挟 突然想到曾经一位前辈 在我沮丧的时候 跟我说过的话 希 寒三问时德 世间有人傍我 欺我 辱我 笑我 亲我 见我 误我 骗我 如何处之乎 时德答 只要忍他 让他 由他 逼他 赖他 赖他 敬他 不要理他 再待几年 一切看他 绕了一大圈 原来佛家禅中的智慧 竟然与孙子如此相似啊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 谢谢大家 最后 夫人说 愿世界和平 不要战争